投資長 今天台股已經連七漲了 又得了不會跌的病 沒有賺到的怎麼辦 今晚CPI可以定生死嗎 不過呢 我們獲利出掉的富士達 昨天大跌 今天又開高走低 還有獲利出掉的長榮跟偽創 今天股價也是持續的下跌 但這個想知道啦 台股已經連續漲了七天了 又得了不會跌的病 那沒有賺到的錢怎麼辦 那CPI今天晚上定生死嗎 我會告訴大家CPI的三種推背圖的走勢 今天告訴你今天會不會公佈CPI以後 反而利多出鏡呢 還有今天台灣股市漲了約400點 三大反人借只買10億 旗子空單又持續的增加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還有很多股票為什麼開高走低 很多股票為什麼持續上漲呢 所有表股介紹通通在今天榮耀華街 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7月11號台股市場 今天是7月11號台股市場 上漲382點收在24390點 聯準會主席鮑爾表示 無需等到通膨降至2% 才開始降息 此話一出 每股指數全數收漲 台積電ADR也上漲3.54% 今天台股呢 是跳空開高 大漲了200點 再創歷史新高 最高點來到了24416點 大力光台積電 帶領全職股表態 平蓋股成為市場的焦點 星星今天除息後爆量秒填息 華通今天大漲超過6% 後續盤勢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擇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粉絲人數最多 也要講座長場爆滿 全台灣暢銷書排名第一名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來到24400點了 對 很多人想要看 欸哲哲投資長 你今天要怎麼講呢 欸這邊空手到底對還不對 欸怎麼空手1000點了 哲哲怎麼辦 沒關係今天龍我微微到來 因為今天還有很多人空手了 對 還有人這一波 最慘的不是空手 這一波是滿手 滿餐進去 沒有賺到錢投資票 欸 這段時間最可惜好不好 這段時間最可惜 所以他們會想要了解 現在台股怎麼辦 等一下我會告訴他們 因為今天晚上CPI很重要 很重要 然後跟大家講 是的 好的台股感覺是有點殺不住了 因為昨天抱我一開口 台股美股通通都是大漲的 再加上台積電今天也是利多上漲 也帶領了台股又再創歷史新高了 這個台股到底會漲到什麼時候呢 而我們昨天才先排的撫山下一站 就是富士達了 今天股價是開高走低 這個我們已經出掉囉 而我們獲利17%出掉的新日新 今天也是開高走低 另外就是我們獲利13%出掉的永信件 以及獲利出掉的偽創跟長榮 今天股價都好像有點找不太動的感覺 而今天的全主股感覺都是台積電在漲 但真的很想問一下投資長 台股已經連續漲了七天了 Seven 現在追還來得及嗎 LuckySeven 第七月很瘋狂的 現在追還來得及 現在很多人想問投資長 到底投資長什麼時候追 我說過 做完大概就是下禮拜五左右 等於下禮拜五或是下禮拜 可能就要進場了 那投資長那到時候怎麼辦 會不會追到最高點 這也不必緊張 到時候我會分批的 選擇一個相對的一個買點進場 對就對錯就錯 至少看我節目我不會語焉不詳 的確我真是錯了 那我要跟大家講 我今天我不像其他分析師 我來跟大家講我以前錯多誇張的事情好不好 好 好不好 注意一下 我都先被人家罵 先被人家笑到說對了 先跟大家講現在行情 的確 Seven 今天換兩副眼鏡好了 已經跌破眼鏡了 這誇事法 是不是 這個就大盤行情 先講大盤行情 就記錄現行 不用去預測任何行情 好 那你會說Seven 這事情大錯這錯 沒有錯 如果你說我少賺一千多點 那是錯的話 那我得要承認 Seven就講事實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就股市 從以前到現在我就是贏家 我對我自己有信心 你不要對自己沒有信心 你一定要鎖住我的節目 我們先來看就這行情 這邊完全不用去怎麼樣 預測立場 如果就多投技術分析 這邊的確是很難去預測投在哪裡 可是有沒有過了 昨天不知道什麼 有華南的 華南的半官翻的證券 這個證券三 華南的滿了 紙壓額度滿了 你們硬要說這是大戶 我也沒辦法 好不好 我要跟大家講 說不定今天外資也沒買多少億 因為今天空檔要增加了 來你來看一下 華南也滿了 其實一個滿是群義 對 在什麼 統一 在華南 你不要哪一天 連元大都滿了 我跟你講 全台灣最大的券三都滿了 你說真的沒有過了 你看 現在大家全行的 全部都瘋了 可是瘋的話 其實股市又不是每檔股票都展 怎麼辦 你要來找我 所以我只是想讓大家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的點位去進場做桌 現在一定有很多人更緊張 甚至於他會覺得一件事 我會問大家一件事情 好 我說過這個 虛化反而發人深情 為什麼發人深情 很多人想要問這件事情 看一下 台積電 1050元的時候 你有沒有被剝奪感 我跟你講 最痛苦的是從以前到現在都空手 從以前到現在都沒做什麼股票的人 不是我們喔 為什麼 我們少賺1000點 很多人少賺1萬點 少賺2萬點 因為從南到尾沒來做股市 沒做股票 你懂嗎 嗯 所以你在這邊你是空手的 或做空的 你剛剛來找我 嗯 我瞭解你的被剝奪感 為什麼 最近很多會員參加我行李啊 嗯 欸 真的假的 你空手也可以喔 或是我空手 還有人說空手到3萬 空手到3段 真的要空手到3萬 哲哲你這個預測真的很準 這是酸我的啊 好 不會那麼誇張 因為我下禮拜 我就最好就下禮拜 就準備要翻桌了 就是我因為空手 我不能允許自己空手那麼久 因為很多會員 還是要等我要進場做股票 沒錯 來 台積電 1050元的時候 有沒有很多被剝奪 有 為什麼被剝奪 哇 我是外科醫生啊 哇 我是醫美的醫生啊 我每天在動手術啊 哇 賺得好辛苦喔 哇 好不會年收入50萬100萬 月收入啦 月收入50萬100萬 不好意思 人家旁邊的 同梯的 醫生 業績比我差 病人比我少 台積電靠他的1000多元 他怎麼樣 賺了2000房子 3000房子 被剝奪感 對 很多我的會員是醫生就這種感受 工程師也好 我是台積電的工程師 我年薪400萬500萬 RD啊 他們做一些RD的 OK 我在最新的大樓上班 然後呢 結果 不好意思 我隔壁的學弟 結果賺的比我多 為什麼 靠業外收入 靠台積電收入 我台積電 那個工程師 台積電 四五百元就賣掉了 怎麼辦 他太太叫他賣的 嗯 被剝奪感的 都來找我 嗯 很多這種例子 來找我 嗯 你知道大老闆 很多人覺得大老闆啊 你說 新語航空的老闆怎麼說 哎呀 我是來做事業的啦 不然我買台積電就好 賺更快啊 是嗎 大家不約而同的這種感覺 嗯 所以你有被剝奪感的時候 你一定要來找我 嗯 好 蛇蛇了解你被剝奪感 因為蛇蛇啊 蛇蛇也是那種先有挫折 再成功的人生 嗯 你來看 你不相信對不對 你來看一下 這報紙認定的喔 我們先來看一開始的時候 好 哲安積積贏的 郭忠出清0050好賺7萬對不對 對 是不是 對 哦來來來來來來來 你看我寫沒有 期間一度怎樣 慘賠500萬 慘賠500萬 嗯 不過在哲在上週宣佈0050啊 出清了 郭忠出清151萬 現在有人講說哲哲少賺很多 我的書寫得很清楚喔 欸這書 從頭到尾就是把它當作存錢筒 是 除了這邊200元以上的台灣50 最近咱們比較快 你如果真的要做短期的進出 你可以走 對 從頭到尾你把台灣50 當作一個存錢筒 真的需要才賣掉 嗯 那我當初純粹意思 因為我想要專心的贈分譯師 嗯 所以我一再證明了 我贈分譯師少賺很多 可是我也可以靠台灣50賺錢 是 你有錯吧 沒錯 這書都寫得很清楚 我一開始也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你看喔 先賠錢 再怎麼樣 再賺錢 對 賠500萬 再賺多少 1151萬 沒錯吧 這公關時報報導能造假嗎 不能喔 我的對戰單跟別人不一樣喔 別人是怎麼樣 賺到錢才繡帳號喔 還有些人帳號都不繡喔 都不知道是不是P圖修改圖的 我是怎麼樣 當天就告訴你 還告訴你什麼券3帳號 叫你去查 對 那個證交所的網址都可以去查到嘛 對不對 有沒有買幾百站一看就出來了 知道 台灣50 那時候我怎麼樣 先賠 我那時候14000多點就先賠了 嗯 跌到1269我還加碼 嗯 反敗為勝 嗯 12629 這折二 還有這個點位嗎 那時候台灣5099塊 蛤 一年多攢一倍多 是 那時候我是不是先錯 是先錯 跟現在有沒有看很像 嗯 來 被人家笑喔 嗯 來看一下喔 看一下喔 好 來 買債券也是一樣 可是也是被笑 誰說不能買債券 郭忠祐花4000萬買什麼 00687B 網友酸什麼 買太早 鋪最佳跟進時機 說我買太早了 沒有錯吧 沒錯 去年新聞對不對 10月的新聞對不對 對 買太早來來來 畫面給我 我直接給你看 對账單 看一下 嗯 9A 9J嘛 嗯 算多少 691萬 是 賺差不多700萬 嗯 買太早嗎 不會啊 要算什麼 我也是先賠錢啊 嗯 不論是債券ETF 不論是台灣50ETF 我都先賠錢 先錯 先被人家笑 逆轉身 嗯 全國比賽也是一樣 嗯 都是一樣 這一次你覺得我錯嗎 我只是少賺 如果你覺得我錯 那我跟你講 這次最擅長的就是反敗為勝 嗯 如果你的台積電 現在1050元 你明明很看好台積電 你明明在台積電上班 你明明知道台積電的消息 你在中山 中山游的產商 或相對的合作產商 你明明看好台積電 可是因為旁邊的人跟你講話 你賺不到這一波台積電 你要來找我 我了解你的背波多感 我也都是先感受到錯子的 我在逆轉身的人生 我了解你 而且我講話很直接 全台灣不會有人比我紅 出本書找不到 成品嘛 最大的書局嘛 是 成品 然後網路是伯克萊嘛對不對 對 無庫存 來來看一下 無庫存對不對 嗯 有現在好像快有庫存的啦 沒關係我們找一下 找一下成品嗎 搜尋一下 為什麼不讓我搜尋 沒關係 看看郭忍爾有沒有看到 這我嘛對不對 這本 嗯 好來 這沒錯吧 這成品吧 對啊 成品的 成品線上有沒有 是的 這我的書嘛對不對 嗯 沒錯吧 沒錯 這邊怎麼寫 有點有點 太Smo了 太Smo了 怎麼還是很小 這邊寫得很清楚 7月2號購買 知道購買訂單 7月13號才出貨 我聽到嗎 有 7月6號以後購買的訂單 7月19號才出貨 對 我們要可以賣書 因為一本書才賺30塊 是30塊 我都跟書販社說你賺很大 我找到自己出租就好 我們頭顧可以自己出租 可以自己出租 而且我一本賺1000塊 賣1000塊 1萬本就賺1000萬了 可是因為 著名的財經作者都只賺15% 你不相信 沒關係 大家給你看 你是不相信對不對 很多人覺得扯著胡扯 我的東西都網路上都可以查 好 Google搜尋 等一下畫面 等一下畫面先給我 出書 做 沒關係拿過來 作者 抽成 抽成 你看 7% 有沒有看到 一般歲月7、8、18 有沒有看到 有 他寫的 對 一般歲月7、8、18 所以我15%已經是很高了 很高欸 所以15%多少你自己算嘛 200多元 300多元定價 200多元定價 15%多少 對 啊不是30塊 嗯 我還沒有給你 我還沒跟你碰 還沒跟你說變7% 7%是變十幾塊 所以姊姊 我一個會員 你可以看我的會員定價表 有幾萬塊的 有幾十萬以上的 啊我就算台灣第一名賣2萬本 賺多少 5、60萬 嗯 旁邊這位養不起 養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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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用說我研究團隊 因為他們 還有年薪是1000萬的 好不好 比外資分析師 都給的多 嗯 不是外資分析師給下面的人 而是 外資分析師的薪水都沒有給的多 你看我是不是猜到 今天外資買幾億 賣還是買 買12億 也誇張 一千400點欸 欸 12億 12億欸 對 三大法人加起來 買了10億而已啊 好少 那支真的瘋狂了啦 嗯 再讓子彈飛一會好不好 哲哲習慣逆轉勝 相信我 相信我 我為什麼講這個書 我只要告訴你 一本書寫了兩年 代表我真的是誠心 而且你知道 大概連收入或者會員數量 這個 這些都小錢 我是希望你能學到賺錢的藝術 對 好不好 所以你不買你會可惜 好不好 你不買會可惜 真的 我是很認真在寫這些書的 然後我要講這些東西幹嘛 還沒講完 剛才還沒講完 來這邊是點下去對不對 嗯 直接查詢 庫存 門司庫存 我先看一下 他家已經找不到嘛 查詢門司庫存這邊 嗯 對 等他 其實什麼 目前無庫存 沒有庫存沒錯吧 對 台大店沒有庫存 沒有庫存 西門店沒有庫存 都沒有庫存 中立沒有庫存 這我的書 雙兒店沒有庫存 都沒有庫存 紅色都沒有庫存 對 沒有庫存 台北都沒了 都沒了 喔台中總算有一家 哇 陳柄書店圓道店啦 可以 公益路那邊啦 這找一家 可能還有一家 高雄啦 台北都沒啦 這找一找一找一找 哎呀宜蘭啦 宜蘭 對不起喔台北的人 要就去宜蘭買 要去台中買 台中買 台中我去宜蘭比較好 因為去台中你可能怎麼樣 可能會塞車啦 塞車 去宜蘭比較快 這時間比較快 假日 開玩笑啦 你去了以後發現又被人家買走了 氣死了 這整個書沒錯吧 沒錯 都是紅色對不對 對 都怎麼樣 無庫存 是不是 對 偶一家店 台北全部都怎樣 都沒有囉 台北都沒有囉 嗯 全台北市 所以你同樣的會費 你要不要交給最紅的粉絲 要 為什麼紅 中長期而已難道不是我最準嗎 是 不然咧 嗯 整整就是開城不公 沒有錯 對 我少賺一千多點了 一千點了 可是我最擅長的就是反敗為勝 嗯 我一直要努力 至少我不會去跟你撒謊話 你要看天天展停版的 天天賺錢的 拜託不要找我 沒有辦法 我摸頭顧的分析師就是以誠信為主的 為什麼不要找我 全世界沒有這一回事啊好不好 沒有這一回事 好 我要跟大家講 所以平常心 那我也要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就騎握 多空都做 股票我沒做空 我講得很清楚 所以股票這邊只是少賺而已 我們來念一下我們昨天 我說怎麼樣 撫三下一站 嗯 負三嘛 負一負二負三變多少 負四啦 負四 所以負四這一站達到了 負四達 出掉了對不對 昨天是不是跌 對 今天還跌 今天還跌有點誇張 嗯 因為大家都在喘什麼 折折賣掉這張股票怎麼辦 你看 現在跌 現在跌 嗯 負四達現在跌 行嗎 能看嗎 不行看 試著不能看 來看一下 賣得有沒有錯 沒錯啊 我是賠錢賣嗎 你幫我念一下 好 6月26號禮拜三 請賣出6805富士達 802元附近都可以賣出 負利出清 負利嘛 沒錯 我是賠錢出清 來看一下 今天新日新的跌 來 是啊 6月24號禮拜一的簡訊 請賣出3376新日新 235元附近都可以賣出 最多已經賺17% 賣出貨利出清對不對 對 活力的 3376新日新 3376新日新 今天還是跌 嗯啊 我再講一件事 現在重點是 第一個我請問你大家一件事 只是在這個過程中 所有的步驟中 我有給你胡扯嗎 沒有 我有跟你說完一句話嗎 沒有 我直接告訴你嘛 我空手就是空手 對 我就是盡量出清 獲利的股票 沒有錯吧 沒錯 所以 那我問你一件事 下次如果我反敗為勝 绩效會不會是對的 嗯 會是對的 嗯 我有讓你 大賠嗎 就股票有方面嗎 沒有 我出掉的時候是大賠嗎 不是 獲利的 不是啦 所以我要講一件事情 現在這不重要 重點是我下一次進場的時候 能不能耐賺到錢才重點 這重點沒錯吧 重點啊 所以我有信心 你一定要來加入行列 這就是抗壓性最強的分析師 所以這沒什麼 是咖啡的 我會跟你講 我得要承認 這個史上最強的桌頭 就現在了 我沒看過這麼誇張的 好 我們要乖利率過高就算了 重點是你股價進支比 已經2.6 2.7了 2.7了 不是有什麼分析師 告訴你什麼 就是說 就是說哇 明年 就是今年台積電 今年台灣的企業成長獲利 本來是27 本來是27 股價進支比除一除 還有2.1 2.2 而且是 盡力增加都不要發鼓勵 你還會發鼓勵 所以進支不會成長那麼快 你懂會計公司就知道了 你不懂沒關係 你來找我 隔寒如隔山 你懂不懂 為什麼很多醫生來找我 很多工程師來找我 為什麼 因為隔寒如隔山 你醫生如果跟病人打個訴訟 你不會去讀六法全書 都幾歲了 對啊 不要好這種人生 覺得證明你是天才 沒有意義 是不是 隔寒如隔山 怎麼樣 我們什麼事情都學 學有專精 是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我官司 第一份工作就在券商 到現在 都是在證券業 這二三十 二十幾年的累積 快要講出我年紀了 二十年吧 不要再講了 股市快三十年了 我年輕就在做股市了 對 小時候家人就讓我做了 好啦不要扯遠了 所以我是股市是不是贏家 我完全了解 股市的重點不是少賺 而是怎麼樣 不要多賠 好 知道嗎 所以在我這個安全的點位 我進場 那你會不會進場的時候 兩萬四千多點 有可能的 可是至少我不會騙你 可是重點是兩萬四千多點 那時候我也是確定 他不會下去的時候 我在進場 有何錯只有 沒錯 少賺 沒有錯 可是我講得出口 我講的是實話 好不好 而且不一定 我跟你講我真的很了解外資 你越醞釀那麼多空單 他成本等於相對被誘了 你去想一件事 這空單打死不退 他在想什麼 你卻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他不會給你一個大怒神嗎 我看多了 大怒神以後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我是跟大家講的 所以你去看一件事 今天是一個重點 今天是晚上CPI 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6月CPI推背圖對不對 你畫面給我 因為我剛才看那個 沒有 Investa看沒關係 我剛才有看一個新聞 我傳給你看 你不要說折折 到種情形最壞 美股控大跌2.5%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他CPI也有什麼圖 又有推背圖 他也有了 他也有幾種情境 很簡單 三種而已 沒錯吧 這是今天的7-11 今天嘛對不對 7月11日嘛 2點23分 2點43分的沒錯吧 嗯 你看 指著領先華爾街 對 記得 指著講 那個 AI展現整年是我先講的 沒錯 華爾街資金拉台 台積電ADI是我講的 是的 現在已經不斷變 Incredible 8 驚奇8 是不是 就台積電是第八檔 最驚奇的股票之一 嗯 這我有講前面 那我現在也跟你講 過了 過了 真的過了 過了怎麼辦 沒關係 最差我再等一個禮拜 等這個禮拜的時候 會期怎麼樣 免費送 免費送啊 為什麼 我又沒叫你進股票 我再送你會期 我不是送不起 嗯 等到進股票的時候 再開始起算什麼不好 啊 這段時間就免費送給你啊 對 我都講得很清楚 我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投資朋友 這一段時間 反而很多人加入行列 你真的不要跟自己開玩笑 我再講一件事 我再重複一次 嗯 你如果真的台積電1050 或者紅海200多元 你有被剝奪的感覺 你要來找我 嗯 因為哲哲最擅長反敗為勝 你為什麼會被剝奪 因為這一段的情況 你不是1000點 你是2000點 3000點 你都沒有進場 或者你進場用 你選錯誤的老師 明明做多 還是賺不了錢 你被剝奪了 看大家買台積電 買到買Benz 買Porsche 買新房子 台中台北 通通通都買房子 你被剝奪了 你在同一個事業上 你領先他 就因為投資你不如人 嗯 你被剝奪了 你要來找我 因為下禮拜我統一要進堂 嗯 嗯 知道嗎 知道 哦來來來來 所以你要去想這件事情 來所以我來看這推背圖 來我已經講了 你看我之前是不是講了什麼 3.9、3.24 區間高27,500 是不是很準 是 因為最準的就是3.1 哈哈哈哈 所以哥哥可能在這個區間 嗯 好不好 那因為現在都反映了 也反映降息 也反映什麼的 你要注意一下 今天如果是3.1 會不會 怎麼樣 上去 再下來 要注意哦 嗯 瞬間 你一定要看8點半的台紫期哦 好 看就知道 上去再下來 尤其8點半的 小納 納斯達克期貨 嗯 台紫期 也要看 好 因為我認為這大概就3.1 3.2左右 嗯 知道嗎 知道啊 那會不會3.1有可能就是 上去的又再下來 注意一下會不會利多出鏡 不要到時候播重播 我想是8點半的瞬性 噔噔 然後就 剛才收夜盤的時候會下去 你要注意 那這個就會建一個轉折 因為 come down 好 真的come down 少賺 不會怎麼樣 多賠才是重點 好來看一下 台灣股市你看 這乖離夠不夠 這個一路漲 這台灣股市啊 跟台積電一樣啊 一樣的 廢瓣展成這樣子 拉回一點點也很正常 那拉回一點點會變成什麼 多殺多 為什麼多殺多 第一個現在農資金額很高 很高 第二個大家隨便賣 隨便賺 一堆的買700買800買900的台積電 他隨便賣是不是 他覺得很不怕 對 反正我還是賺錢 對啊 所以為什麼多頭市場的回檔 為什麼 會是又急又快 多頭市場是緩展急跌 為什麼急跌 因為賣很快 因為我隨便賣隨便賺 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注意一下會不會利多出鏡 我跟大家講 這次CPI比較難推 估 我先跟大家講 如果他是上去再下來 你不能亂低接多 好不好 夜盤的話 如果你有做期貨的話 好不好 好 這是跟大家講 今天二字頭 那不用講了 那沒有辦法 那就是還要再上去 24500一點以上 好 3.3以上呢 那不好意思 從朋友的稿 那怎麼樣 那降級就不會那麼快 那可能要到11月也不會降級 選舉前兩週 12月才會降級 那我還是不改旗幟 我認為 你注意我的預告 我看了很多美國的消息 我跟你講八卦好不好 好 我認為拜登真的有點 那個帕金聲勢症 或者老人自帶的狀況 就我查了所有的美國的消息新聞 秀才不出門 辨知天下事 就算 你聽我講 我認為拜登退選的機率 還是高達60 我講70嗎 我講70% 因為他是在這幾個月來 急速衰退他的資歷 就講這件事 台灣沒分析就跟你講 沒有 財經界也不跟你講 台灣政治界也不跟你講 台灣那些政治迷嘴 哇 講中美 哇 中美之間的角力 都不跟你講 這個總統可能要換的 我先跟你講 70%以上 到時候怎麼影響股市 再回味道來 拜登還是有70% 折折度假預測有70%以上 會怎麼樣 退選 會退選 因為他真的已經有點老人自帶了 老人家是這樣子 你也不知道75歲還是80歲 還是85歲 他可能某一個時間 他就斷崖式的怎麼樣 斷崖式的那個認知能力 急速下滑 那拜登我認為已經初步了 他身邊的所有很多人都認為 他真的已經 衰退衰老 可是問題是 你到一個真的是老人自帶這個狀況 帕金森施政 他其實 個性更固執 固執 他會更不想退 可是他認知能力可能真的出了一些問題 好不好 這扯遠的 扯遠 這是中長期的 好不好 這不是中長期的 一個月內建制 我剛才說起來一個禮拜 我現在覺得一個月內都有可能退選 好不好 扯遠了 先看一下6月份CPI推配圖 所以我也講了 是故意民進主黨內部的人 讓他出球的 所以他自己黨內的 因為黨內也知道不行了 一定要讓你趕快找點辯論會 不然辯論會不會在4個月前 我現在更加確定了 他們故意讓他出球 這是陰謀論 內部的人要把他換掉 所以這個力道會是大 大到拜登不得不退選 內部人在算計他 而且內部人算計他 也不是真的討厭他 而是真的知道他不行了 拜登總統會換人選 記得我的預告 我看我就是這樣子 我都先錯才對 看我的節目很精彩 真的啦 好不好 那是CPI推配圖 我這次不敢說100%的命中率 因為一天三四百點怎麼算 怎麼算 可是3.3以上就是不好 好 好不好 因為上次3.3 你不能再3.3 就變成12月降級 見二就是好 所以在3到3.2就正常 這個區間 可是注意一下會不會利多出徑 比如說我今天3.1 還是有衰退嘛 CPI是有下滑嘛對不對 對 那是好事啊 因為通膨下滑是不是就可以降息了 是 股市就有資金了 注意一下會不會利多出徑 好 就像我昨天講台積電這個有沒有利多出徑 看來沒有 對 那這個就要注意有沒有利多出徑 好不好 好 這都跟大家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空當口述 我跟四遙講 等一下 四遙剛剛跟我講 未平常的口述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有沒有跟大家一些互動 還有股票嘛 嗯 股票一些 哎 殘龍也跟你講啊 有人說 蛇蛇你為什麼要編殘龍 啊殘龍我就對 為什麼不能講 可以講啊 不要講編嘛 我就七進七出的男人嘛 我就錯那一次 後來都對啦 你知道嗎 對 都對囉 有人講說 哇殘龍那兩百多塊 編對蛇 那你知不知道後面我都 後面我都全撞回來了 嗯 唉 唉 所以很多網路謠言都是謠言 哦 謠言止於自責 曹總統是不是 報價上漲 是 股價漲不起來 漲不起來 台積電也是這樣 法說會一定告訴你 他報價上漲 或者是說 提高他的營收 全點營收大概25%以上 嗯 如果說 全點還是提高25% 到26%27% 股價沒有漲 那下禮拜我就一個轉折 那我剛好只是要進場 我都規劃好了 好 還是要告訴你 來看一下 報價沒有漲股價下跌 這個是一個大地空 今天有沒有漲 沒漲啊 是不是跌 對 對不對 對 2615萬海有漲一些 可是你看他還有兄弟 殘龍 還有什麼 陽明 陽明是漲還跌 沒有漲也沒有跌 今天不大漲嗎 所以這個後勢不好了 都黑K不好了 這都預告在前面好不好 好 這跟大家講 那一樣 今天空間口數三萬五千口 我也不是要嚇大家 他到最後都怎麼樣 三萬口以上到最後還是會 找個點位 讓你下去一個1000點 好不好 注意一下 富貴險中窮 你就目前為止 哲哲沒有對 可是哲哲告訴你 所有的一個可獲利空間 風險空間 我就實在講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看看今天直播人數 照理說今天直播人數 應該不會太高啦 大家會覺得 哲哲這樣不行啦 可是沒有關係 哲哲就是 不可能每天對 我們來看一下連結 等一下我一下 可是你要選第一名的 你要選做公益的 你要選實在的分析師 找我就對了 好 你看4200 沒有到5000 來 先跟大家講 我對寶兒犯哥連續怕怕 來 不聽哲哲言吃虧在眼前 不然就很搶總統博愛座 今天口號來 口號 今天口號是什麼 CPI 漸轉折 CPI漸轉折 CPI也很重要 來 很重要 就是CPI這個數據 基本上除非是 3 3.3以上 或者 2.9以下 都有包含的 3.3以上2.9以下 不然 基本上不會一個 不會怎麼樣 3.3以上就真的不好 2.9以下就真的好 那我覺得這是在3.1 3.2 3.1 3.2你要注意一下 會不會公布這個 看起來是個利多 或者公布以後 反而建個轉折 這很重要 所以CPI漸轉折 好不好 尽管CPI漸轉折 我賺而已 人生平常金 那我問你件事 難道我要不要 哀聲叹氣 我上面寫1151萬 我明明 我口是心扉 不是口是心扉 我口是 我告訴你說 我其實不應該賣了 我放到現在 是不是應該賺5000萬 然後咧 我有很難過嗎 沒有 我每天借酒超醜嗎 沒有 我有在喝酒嗎 沒有 沒有 我人生就是這樣子 你不要這樣想 這樣想你不會開心 好不好 注意一下 CPI漸轉折 剛才有人講說 紅海200 什麼要等200好久 這個就可以封鎖了 大不同互相為謀 好不好 我都會歡迎你 一直跟我對坐 我現在是空手 你也不知道怎麼對坐 好不好 好 你可以我坐坐的時候 你坐空嘛 好不好 來 都可以 希望繼續攻高 這很中性的 你要攻高也OK 我只想拉回 我在進場再次拉高 嗯 好不好 對 OK 好不好 很有感 來CPI漸轉折 做事很正派 謝謝你 大家的梗圖 看來沒有抽獎 對 抽獎的時候有點快 你要我送書嗎 沒有喔 送書都假的喔 對 我們要送書 其實我本來有考慮到送書啦 可是因為紮便機場搞送書 我直接講不要送書啦 對 二來我是覺得我有價值的書 都已經賣很便宜了 我也沒賺多少錢 還送書沒意義啦 沒意義 這跟大家講 好不好 有人說現在農資金額也會通膨 不能拿之前的筆 你怎麼看 他講的有的是道理 也講的不是道理啊 那所以說沒錯 我把職壓金額算進去啊 嗯 職壓金額算進去 現在應該已經六七千億了 你講嗎 這跟大家講 廁所還是客滿 今天四千多人啦 來 謝謝大家齁 CBI見證者下禮拜二萬五齁 先來看一下 今天四千多人 正常的一個數據啦 正常 好不好 你還是要找 Coco其實主持三年了啦 幾年了 三年了是不是 我今天才看欸 華爾街7月10號一年欸 是華爾街一年啦 對 是喔 他很有心欸 因為我要更新的資料發現 欸 四年預約逆買 真的喜歡你欸 你有沒有跟他在一起啊 你有沒有跟他在一起啊 他也知道你同一天喔 他也知道同一年喔 喔哇 有這種男朋友很棒喔 每天告訴你 你在一起一年啊 生日都記得了 喔生日都記得 生日記者很正常啊 在一起週年啊 或者跟你在一起 結婚的週年 在一起週年 認識週年啊 喔哇 親吻週年啊 好累 太多數字了 江志強說 書缺貨的時候 本來就缺貨了啊 所以你看那些績笑 很多人績笑 是他自己講他的績笑 可是折折的 就跟你講 經濟日報 從頭以前 從以前到現在 選舞冠軍 記錄最高績效保持者 我 賴粉勝出最多 還是我 我說有人跟我講 賴粉勝出很多 我可以跟他賭100萬啊 就是我比較多嘛 我平到三幾萬 啊輸的 輸的像誰賣得比我好 我也是都講實在話嘛 是不是 好不好 喔 這跟大家講 哇你看楊楊你知道 你看楊楊跟他PK 四年又一買跟楊楊 啊楊楊你七千人都常常去跑到摩尾其他老師 我都知道 呵呵呵 可是沒有關係啦 我還是愛你啦 呵呵 其他 其他投顧的分析師 我不會說故意說壞話 記得一件事 因為很多人看我節目 嗯 我只能說我能幫摩尾投顧老師的誠信 認真 打 怎麼樣 那就是 認證 打保證 什麼 打保證啦 掛保證 認證啦 其他投顧我們沒有辦法 喔 我是跟大家講 好不好 這個流量之王 的確是啊 好不好 因為 人在做天菜看 喔 就這樣子 我已經按讚了 我可以請 Coco吃竹館晚餐 會不會一直送過來就可以了 呵呵呵 對 好不好 好有愛的節目喔 喔 人保出掉了嗎 有些都是 有些我不想講那麼清楚 好不好 先跟大家講 你不能所有的 所有的有會員第一個 有沒有 或者有沒有除掉 都要講清楚 那這變成會員權益的 好不好 來 莫德選強 沒有錯啊 嗯 喔 沒有錯啊 我們投顧界第一的啦 就跟大家講 福利也是最低的啦 你去看一下哪一家投顧公司 欸 有什麼 有那個業務有底薪的 以前都沒有 是我們有以後 現在變成都有 不然人才都跑完真的 有健錢啦 有出國旅遊啊 有 是都有啊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為什麼GG可以展開 你賠了20萬 其實我跟大家講 我不知道你怎麼做 如果你是賣掉 其實不會到賠 好不好 對啊 外資操控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外資變成小弟 的確像內資很熱 可是賴熱了 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你不要小看外資好不好 好不好 送過去都沒有 被另外一個分析吃掉 被玉凱吃掉了 好不好 好啦 不過你們拿比賽了啦 好好笑 來 欣賞路見 來 今天來台營工作 有空來直播 來 8523那一次相信整責 台積勇敢賣入 8523的時候 那時候台積的多少 你們知道多少錢嗎 在2020年 所以這個有見證者 這個是見證的 8523是台灣股市 8500 236 那時候我叫你去 把全部定存解掉 去買台積50 那時候台積50 那時候台積50 六幾塊 嗯 嗯 攬三倍 對 所以你覺得我盤感好不好 好 那時候8523也有人講 我說1萬點我就喊多了 所以我都先錯了 所以我還少講這一次 因為那次有點恥辱 先被人家笑 1萬點叫你做多 然後8523 我那時候記得我好像才簽名一樣 然後見最低一點 然後說8523 8523 才2020年而已 才4年前的事情 台灣50 漲到三倍 對 你的資金如果放個1000萬變成3000萬 什麼都不必做 那時候我還叫你把定存全部解掉 嗯 可不可 我叫定存解掉買台灣50 所以我是很保守的 我叫你叫你那時候做這件事情 嗯 那時候台積電勇敢買入 那時候8523 台積電多少錢 所以我跟你講 真的 人在做天在看 很多人是看我好幾年的 我們看一下 現在是1080嘛對不對 對 看一下 232啦 4倍啊 哇 沒錯 235啊 誇不誇張 誇張啊 好因為除全息應該像你1000 1000 1100多了啦 對不對 嗯 是不是很誇張 很誇張欸 是不是 所以你看喔 有網友都見證我喔 好不好 剛才看到信用信貸部門 都阿善在辦 這個我說老實話 你是感覺 我會用數據 嗯 說老實話 我不會用感覺而已 好不好 就像比如說房地產好熱 好熱 我就是跟你講 融資多少 好不好 OK嗎 華爾街的資金 低比華西街的資金更猛 所以他的崩潰之前 台灣股市民崩潰之前 會先從 那個 會先從華爾街的資金 開始先撤退 嗯 好不好 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正二不建議買 他就是起貨 我也跟你講 雖然0050 那個0050 台灣股市政二 看起來好像目前為止 好像績效都不錯 可是他回撤時間不夠長 你等一二十年再說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2020年 台積電300停損 很可惜 很可惜喔 你看是不是 那支嘎爆外支嗎 已經嘎爆了 呵呵呵 可是我還是覺得 有機會這次會贏 好不好 我是外支啦 重點是過熱 多殺多的時候很恐怖 嗯 天宇也是啊 我賣掉以後怎麼樣 最近都不強嘛 對不對 這也是要強 但是我賣掉以後 有些像精彩還是很強 我們是說實的話 還有什麼 3037 星星 喔唷 打停板了 打停板了 是不是 可是呢 還不就是跟我們賣掉的價錢差不多 差不多欸 呵呵 所以你看你怎麼說囉 好不好 先賣掉是比較好 嗯 是不是 54323 多美金賣掉以後 是不是 我們是要賺錢賣掉 我沒有差 賺錢的 是不是好像前天賣掉了 所以我們都講在前面好不好 美債就閉著已經買 CPI會影響最重要先影響美債 再影響股市 注意今天有沒有可能 今天像已經 現在是2024年7月11號嘛 對 那今天晚上8點半公佈後 會不會先拉上去以後 再殺下去 嗯 一個或者是說直接殺下去的一個反轉 你不要注意一個跡象 CPI減短折 那一樣 我最後還是要問大家一件事情好不好 你在我要不要加入我行列 我都不強迫 你先問你自己 你有沒有被剝奪感 有 少賺了 哇 你的同事為什麼在旁邊那麼輕鬆 哇 為什麼好像他事業不順 可是他人生很開心 因為他股票賺很多 你在這一波上漲 你是不是覺得少賺 或者從頭到尾都沒賺到 或者明明做多沒有賺到 你被剝奪感 你覺得大家 反而現在大家都比你有錢了 今天有這個新聞出來啦 有有新聞了 你看剛講而已啊 台灣怎麼樣 百萬美元富豪 等於三千兩百萬啦 對 大成長 從七九萬人變一百一十六萬人 嗯 一百一十六萬人 哦 台灣這麼多有錢人 富豪這麼多有錢人 好多喔 是不是 嗯 你要不要成為其中之一 或甚至贏更多人 不要覺得你年薪 哇 一百萬兩百萬三百萬 這個叫很多 現在有很多人靠股票市場賺很多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你被剝奪了 你來找哲哲 因為哲哲現在怎麼樣 空手到三段 不會空手到三萬 哲哲要找一個最佳的時機點 讓你跟我們一起來賺大錢 不論對我有錯 一切一切 遇過到前面 歡迎來念恰情 080668085 或加入LINE私信 我說詢問哲哲 我要詢問相關的 入會事宜 我答應你 我用盡我全身的力量 全身 全部的努力 來幫你賺大錢 預祝各位 能夠真正從股市中賺大錢 財富自由 謝謝各位 我們正在醞釀很好的買點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趕快跟我們來集合 電話撥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大家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 最近詐騙盛行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 LINE小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都假冒 只有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真的 authent Brady 做個另一場 谢谢观看